大家好,我是老默 有朋友说想吃葱花饼了 但是自己在家做的呢不软又没有沉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两点技巧 在家轻松做好 先说一下我今天的材料 这里是自家的面粉200克 葱花准备10-15克 然后盐1克 高温水120克 其实做烙饼和面 大家都知道一定要稍微软一点 面稍微软一点 咱们在擀饼的时候能够擀得更薄 比硬的要容易的多 和面的时候呢 大家只需要注意咱们加水的量 一定要控制好 不能让它太软也不能让它太硬 基本上每100克加60克水是够用的 还有一个点要提醒大家 咱们不管用什么水温 哪怕你用开水烫面也好 想让这个饼柔软 其实不完全取决于水温 最关键的是咱们后面的操作 如何把它的筋道揉出来 让这个面筋呢支撑力更好 你才能擀得更薄 不粘脸 所以烙饼的面必须要掌握好水量 一定要让它软而有度 但不能硬 只要是活成面团的烙饼 都一样的要求 只要你做到这点 想让它柔软 很容易绊倒 包括层次也是一样 面团和好 一定要继续揉一下 只要让它表面不粘手 就像咱们画面中这样轻松拿掉就OK 然后洗面15分钟 面形好以后撒点干粉开始揉面 这一步就决定咱们后面的层次薄了 能不能分开的关键地方 等下你能把这块面的面筋揉出来 做出来的效果肯定要比没有面筋的效果要好得多 揉面的时候还是往常了揉 如果有压面筋也可以用压面筋压 直到把面团表面揉的光滑没有痕迹 就像画面中这样直接搓圆 接着再撒一点干粉 防止咱们后面在擀的时候粘在案板上 像这样给它收拾一下 两边都粘上 然后用擀面杖擀 这时候也很好擀开 因为咱们这个面筋已经揉搓得很到位 所以擀的时候也不会回缩 面饼擀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厚薄匀 这样咱们后面分层的效果也能保住 然后抹上油就OK 而抹上油酥 包括加味道 根据自己的喜欢来添加 都是没有问题的 每个人的要求不同 咱们味道加完呢 直接把葱花放上去 放上葱花之后呢 一定要稍微拍一下 这样让它固定住 然后卷扁的方式也比较简单 直接中间开一刀 直接从一头给它卷起来就可以了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咱们也可以把它分成六个角 然后把这个角呢 全部叠在中间也OK 大家用着哪个方法 舒服就用那个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把所有能包住的位置 全部包延 不能让它漏气 这样它的分层就更薄更好 而且很容易分开 咱们直接像这样按平 接下来擀面呢 就没什么特别要求 只要能够擀得厚薄匀 假如擀得不均匀 咱们后面在烙的时候 有些地方起得好 有些地方就起得不好 因为它厚度不一样 这样咱们饼坯呢 就擀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做了 其实前面都很简单 电饼盛里加上适量的油 稍微预热个几分钟 放入饼坯 咱们在擀这个饼坯的时候呢 要根据自己的电饼铛大小来擀 千万不要擀得过大 擀得太大 它的褶呢太多 盖盖之前 稍微加上一点油在上面 这样煎的颜色呢 上下差不多 这个呢就不需要抹开 咱们直接盖上盖 焖4到5分钟 开盖即可 烙饼的用火 直接用电饼车的大火就可以 大家可以看 咱们翻面之后呢 压一下 非常柔软 这个状态就是OK的 或刚好相反 说明前面没有做好 然后再加上一点油 盖上盖 闷两分钟 再次打开盖子 就OK了 咱们就可以出锅了 这时候呢 按着也是比较软的 它里面有一点气的感觉 这样加长的葱花饼 咱们就做好了 大家可以看 柔软度也很好 咱们切开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里面的状态 这时候大家已经看到 它的层呢 也很薄 只要大家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 做好 一定很好吃 大家可以看 咱们轻轻的折一下 能够看到它里面的层 而且每一层呢 都不厚 也挺薄的 只要大家按照咱们前面说的 记好两点 一个是火面必须要揉出筋道 再一个呢 咱们在做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好用火 水温什么的都不重要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呢 也别忘了帮我们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